王树文被栽赃陷害 行刑之时罚场胡冤 消息传到京城 御史上奏提出重重疑点 新上任的河南巡抚李贺年极力狡辩 谎言越洒越大 李贺年已骑虎难下 皇帝下旨让刑部重新审案 关键的几名证人却离奇死亡 死无对证 王树文的命运还能否出现转机 中国政法大学林前教授将为您解读 林行忽冤第四集 地方官捂不住了 光绪五年 一起百人参与的抢劫大案震惊河南 为暗时破案保住官职 主审之县将一名少年诬陷为土匪头子 之后从县里到府里再到省里 甚至就连朝廷新派的河南巡抚 都帮忙掩饰 而真正的凶手却始终逍遥法外 这究竟是一起怎样的案件 被诬陷的少年能不能死里逃生 那些制造冤案的官员又会有怎样的结局 系列节目林行忽冤 法律讲堂文史版 敬请关注 经光绪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河南镇平县发生一起轰动全省的抢劫大案 案发之后 还是少年的王树文遭人诱骗 顶替真凶认罪 险些命丧法场 但随着法场呼冤重审工作的开始 这个大案的真相慢慢浮出水面 可就在调查进入关键时期之际 朝廷新派的河南巡抚李赫年 为了河南官场的稳定 竟然下令不语翻案 因为在他眼中 毫无背景的一个小百姓 王树文的命与从下道上几十名涉案官员的仕途前程比起来 不值一提 而在手握大权的李赫年事宜之下 本已见到曙光的案子急转之下 王树文再次命悬一线 那么已经向朝廷承交结案报告 这个案子终审完结 王树文即将再次被押赴刑场的时候 又是什么人的出现 再次为案件带来转机 明明是在河南呼风唤雨 可以一手遮天的李赫年 怎么还会有他捂不住的盖子 在这个案子上 敢与他公开为敌 唱反调的又是什么人啊 自从李赫年接任河南巡抚 重新审理忽原案之后 河南纪的阎官御史们 非常关注发生在自己家乡的 这件奇案 什么内部意见不同意啊 唐显阳啊 这个主审官不肯在维持原判上 签署自己的名字啊 王树文不是真正的盗犯呢 他是被栽赃陷害啊 等等这些传闻 都没有躲过御史的耳朵里头 附有监察使命的这些阎官们 一拨又一拨 接连尚书把他们封闻听到这些种种向朝廷来奏报 我们这里呢 直举御史李硬 他的三次上书影响最大 他上周提出本案审理当中有四大疑点 第一呢 王树文是在镇平县出审时被刑讯逼供取打成招的 逼人做了盗贼 他说马之县呢 最初出审的时候呢 讲说王树文打了几千大板 他一个磊弱之躯啊 怎么能受得了啊 然后又加以火烙之行 现在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两三年了 但是仍然是疤痕累累啊 一验就清楚啊 这个是在王树文身上的 你推脱不掉啊 所以他是驱打成招 第二呢 王树文父子相认以后 证明跟胡提安是两个人 而不是一个人 父子相认之后可以说确凿无疑 刚刚调离的这个河南巡抚屠宗营 他定案时 从来没有说王树文就是胡提安 但是怎么一到李赫年这里头 办这个案的时候就生出了 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王树文他就是胡提安 两个人就是一个人 这个玉石李硬说得很清楚啊 极为勉强谦和啊 完全是李赫年为了 庇护自己的下属 要栽赃陷害 第三呢 最重要的就是脏政可疑 最初定案的时候呢 说王树文他有什么问题呢 他参与了这个盗劫啊 或者分赃呢 就是他有一个黄包护 还有一个黑马挂 这是王树文参与盗贼 盗劫并分的赃物的最主要的证据啊 但是我们现在核查 事主 这个所有的诗丹当中并没有这两件 那就说明黄包护黑马挂 作为作词 王树文是正道的真赃 这个证据不行 那你怎么能栽赃陷害吗 这个李硬在第四点当中说 证人可疑 指证王树文参与盗案的 只有后来抓获的 程姑堆和王老妖这两个人 庭审时候认定 王树文呢 跟这个两个人熟悉 但是李硬说 这件事情是出自谁的口啊 完全是压解人员 也就是说这些解议 这些牙医们 这些牙医们已经篡动好了 故意设立圈套 这是显而易见 他说这不用说你们审判官 常理来推断都是很清楚的 不足为凭 王树文罚场呼冤的事情 在李赫年的主导下已经起案 这时 御氏突然提出案件中的几大疑点 无疑是给一直主导审判过程 捏造犯罪事实的李赫年 当头一棒 在河南任意妄为 不可一世的李赫年 恐怕做梦也没想到 这件事情到最后了 还会横生枝节 而御氏李硬提出的一点 又有理有据 处处都指向他的软肋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 李赫年会如何招架 当初下决心要牺牲王树文 保住河南官场 现在已经快捂不住了 李赫年又会如何解释 关于第一点质疑 王树文是遭受严刑拷打 被刑逼的情况之下 后面的脊背上烧的这些火烙 这些戳技为证 那李赫年他这样解释 怎么解释呢 他说这些王树文身上是有伤 有疤痕 确实不假 但是这是因为马之县 当时还让他交代 你除了犯了这一桩案子 就是参与这个盗案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案子 但是王树文他拒不交代 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用刑 也就是他的疤痕 是因为别的案子 不是言行逼供情况下 取得王树文认自己认盗 开始一上场他就认得盗 针对李硬提出的第二点质疑 就是前任巡抚 涂宗营上奏的时候 没有说过王树文就是胡天 怎么一到你李赫年这里头 两个人就变成一个人了 他说王树文承认他人胡广德 为义父改名的事 这才承认了现在 但是他到案之后 怕家属受到千蕾 所以他就没有把自己的本名供出来 而王树文胡言之后 说自己有妻事 最后我们调阅了他的证明 他的父亲说 他根本没有娶妻子 可见王树文一贯信口捏造 以假乱真 所以他的口供不可靠 关于李硬质疑的第三点 就是两件脏物 黄包袱黑马褂 是不是真脏 李赫年定案的时候是这样解释的 施主当中 施丹 就是他开的这些自己家里 被盗的这些东西当中 确实没有黑马褂和黄包 但是是不是脏物 由谁来说了算呢 谁来判断呢 我们都说了不算 还是由当事人 施主他来确认 现在施主 我们在找张肯堂的时候 他已经认出了 这两件脏物 就是自己家里的 那施主都认了 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关于李硬所指出的 第四点的质疑 就是参与盗案的 陈姑敦和王老妖证实 王树文与他们两个人 一同参与盗案 王树文拒否承认 那这个时候 李赫年他要解释 他说办理盗案 跟那些人命案件不一样 如果不采用盗犯 他们作为护证 实在没有办法 用其他方面再找证据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只能从盗犯当中 陈姑敦和王老妖证实 那我们就认定了 这样一一反驳了李硬 等言官的各种质疑之后 李赫年 跟这个梅启草 最后明确的说 以上这个结论 就是说维持 忽冤者没有冤 是对本案是 但经截律 辗转刑查 详假研究 这个词汇什么意思呢 就是对这个案子 十分的推敲 最后毫无疑议 玉石李硬 针对案件中的问题 提出四大疑点 而老谋深算的李赫年 竟然见招拆招 利用申辩的机会 再次重申案件判决 结果无误 那么他牵强附会的解释 会不会被朝廷接受 面对如此强势的李赫年 秉公执法的御史 还能有什么办法 拆穿他的假面目 还王树文 一个公道 当直言赶尖的御史 对上手握大权的李赫年 谁能胜出 中国政法大学林前教授 继续为您解读 林行忽冤 第四集 地方官捂不住了 光绪五年 一起百人参与的抢劫大案 震惊河南 为暗时破案 保护官职 主审之县将一名少年 诬陷为土匪头子 之后 从县里到府里 再到省里 甚至就连朝廷新派的河南巡警 都帮忙掩饰 而真正的凶手 却始终逍遥法官 这究竟是一起怎样的案件 被诬陷的少年 能不能死里逃生 那些制造冤案的官员 又能怎样的结局 系列节目 林行 这样的时候 李硬就再次上奏 提出 这件案子只有 解送到刑部 由刑部来审 才能够水落石出 那李硬在第二次上奏当中 他就去讲 早在李赫年 没有上奏结案之前 我们就打听到一些消息 犯是那些 从河南到京城来的人 几乎重口一词的讲什么呢 说此案一旦平反 能够保全一个无辜百姓的性命 但是不能够免出 河南多位官员 从支县到支府 安查史丝 这些大员 因此事件 他们要受刑部 所以这样的时候 一定要维护 河南这个官场的大局 这就是需要时间 需要什么样的时间 来扣开护员者的口 让他来讲话 同时为官员弥讽 这个李硬就讲 为什么四个月过去了 八个月过去了 一年之久 才出来这么一个结果 所以这个案件拖的时间长 真正的原因 就是李赫年 在这个当中 按照他的主意来审 他说 人生最大的就是生死 如果把那些毫无影响 没有根据的这些词来 出入人命 家人于死罪 我怕这个风气一开 各个省的封疆大利 都以为国家法律 不足以作为定案的凭据 什么遇使言官 人人都不避位 而敢于草菅人命 而无所顾忌 欺恃皇帝皇太后 这个后果就太大了 他请求皇帝应该下圣旨 让李赫年 把全案的人证卷中 解交到刑部来审理 并责令李赫年派员 来守护这些人证 不得让王树文兼必灭口 至此我们看忽原案的走向 又看到了舆论 很好充当了监察的这种力量 这时候距离道案的案发 我们知道王树文 已经在监狱当中 度过了三年多的时光 他也由当年不足18岁的少年 步入到成年 漫长的一千多个日月 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度过的 他今天也不知道 自己最终的命运将会如何 他也不敢想象 在高墙的外面 有越来越多的官员 甚至是高管 为了他这个最底层 小百姓的命运 也为了维系 哪怕不多的司法公正 奋力抗争 奔走呼号 而所有的一切 都聚焦在刑部 这可以说是清朝帝国 最后一道司法防线上 皇帝没有采纳 李赫的建议 把这个案件交给刑部来审理 而是下令刑部 对李赫年 没启照的这个复审的判决 肃义俱奏 欲使李硬的禁言 入情入礼 作为朝廷李硬采纳 可出人意料的是 朝廷竟然只是要求刑部 尽快拿出处理意见 并不准备再次复合案件 朝廷是出于什么考虑 做出这样的决定 我们无从考证 但这个决定 给了李赫年一次喘息的机会 那么李赫年会不会趁着这个机会 解除御史对自己弹劾的威胁 顺利的将王树文送上法场 就在他觉得自己重新在这场博弈中 占据优势的时候 又是什么事情的发生 让局势再次发生了逆转 那刑部对河南这个叛逆奏文进行 在审读研判 一开始就发现很多的疑点 可以说是疑点重重 但是呢 这时候全案的供招 就是招策 还没有到达刑部 但是就在刑部等待全案招策到来的时候 却是意外的接到了李赫年的一个副片 正是这个副片 使这个案件又发生一个重大的转机 什么叫做副片呢 我们知道清朝的规定是一事一奏 一件奏折只能谈一件事情 跟他相关密切相关的事情呢 所以作为一个副片来请求 正是在这个副片到达刑部的时候 这个刑部发现这个问题 河南的官员在审理呼吁案 肯定存在迅思舞弊 副片当中请求不要讲 陈姑敦王老妖这两个人处以斩立决 说的什么理由呢 这两个人呢 还有另外的犯案 在大庙当中呢 杀死了一个衙役 因为那件案子呢 这两个人参与 但是他不是主犯 是从犯 主犯现在没找到 那件案子呢 还没有破 刑部立刻明白 这明显是为陈姑敦和王老妖两个人 开脱罪名做铺垫 遭人陷害替别人顶凶的王树文 罚场呼冤 但是李克年审理的结果呢 是原判没有错误 而真正的盗犯却可以倒下留人 刑部这次呢 也是硬气起来 毫不客气的反驳说 陈姑敦王老妖两个人火劫 张肯唐家一案 罪以致斩 即使这两个犯人还有其他的犯案 罪行也肯定就是一死了嘛 李克年所说的这两个人呢 另外犯案 但是刑部查了所有的卷宗 并没有找到李克年所说的这件案子 由此刑部就断定 这件所谓的案外案 是凭空捏造的 刑部说 我们现在查阅各省的案件 从来没有见到将死罪人犯 占行羁押 会做轻罪案的一个证作 而不与同样犯死罪的其他人犯 一同处决 像这件案子如此含混 蒙骗半解的 姑且不论有没有别的情弊 即使讲这一件事情 就是有心蒙混 请指令李克年等人 立即查出这个案子是谁主稿的 现在刑部提出了 李克年审理这个呼缘案 明显有舞弊情况 现在又编造所谓案外案 为正犯做开脱 而让王树文呢 来承受 使得朝野上下 都知道河南在审理呼缘案的时候 迅思往返 这个时候清朝呢 他不得已 他就立刻做出决定 将案件移交给刑部 以便彻底查清 此案 皇帝下旨 呼缘案交由刑部审理 这个圣旨一出 一直有信心将案子遮掩过去的李赫年 顿时冒了冷汗 一个关于小百姓生死的案件 最后竟然闹到了这个地步 这是他始料危机的 可是现在该怎么办 他已经是骑虎难下 不得不硬着头皮扛到底了 那么面对刑部的彻查 他会怎么应对 刑部深知李赫年老某深算 要想弄清案件真相 又会采取什么对策 中国政法大学林前教授 继续为您解读 临行呼冤 第四集 地方官捕不住了 皇帝的预旨重新下达之后 刑部的反应可以说非常迅速 刑部是14号接到的皇帝的上誉 当天就讲应该审讯的人证 犯人 还有一些其他的证人 开列一个清单 两天之后 16号用了最快捷的一种方式 用了飞资 飞资非常少用的 只有处理最重要军情的时候 才用这种情况 就是把皇帝的预旨 立刻让李赫年来办 按照清朝公文传递的日期 他都有规定 从京城到开封 最多是七天到达 飞资就四天到达 这也就是说 李赫年最迟 应该在9月20号之前 接到讲呼冤案 移交给刑部审理的上誉 还有刑部开的这些 飞资的清单 令刑部大为诧异的是 李赫年对皇帝的上誉 还有刑部开的飞资清单 完全置之不理 一天一天的等 一个月过去了 还没有见到 他把人证还有范证 压移到京城的奏报 因为我们知道 清朝中央的各大部 跟地方的封疆大吏 它是平等的级别 所以中央的各大部 不能直接向地方官 直接下达命令 刑部没有办法 只好再次向皇帝上奏 说我们的飞资 解决不了问题 请求皇帝 立刻下一道圣旨 让巡夫立刻把派员 把这些人 移交给刑部 这样皇帝就下了一道御旨 结果李赫年 振振有词 为自己辩解 在省城监狱当中 兼牙的只有就胡提安 还有城顾堆 王老妖这三个人在 剩下这些人 我都已经放走了 现在要把他们 重新弄到省城来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所以催提他们 也需要时间 刑部催促力度 不断加大 李赫年也越来越急 此时他心里很清楚 如果按照刑部的要求 把所有的人犯 押解到京城 河南官场官官相护的各种行径 还有他苦苦掩盖的真相 就会大白于天下 一个镇平县衙役总捕头犯下的事 要让从镇平县支县到南阳府支府 再到河南省按查室 甚至他这个巡抚来扛 代价真是太大了 但眼看就要火烧眉毛 为了保全自己 李赫年究竟会怎么办 就在这个事关案件走向的关键时刻 此案的几名关键证人竟然同时死亡 那么这么离奇的事情 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本案的第一个关键证人 也是参与者 就是镇平县衙役的总捕头 这个人叫刘学泰 还有他的家人刘全泰 还有刘黑石 这是他的职责 这两个人呢 是当时得赃之后 把真正的盗犯胡提安放掉了 结果这几个关键证人 在八月底 李赫年上奏的结案报告当中 还平安无事 正好在刑部要把这些压解到京城来的 这一个多月时间却不早不晚 全部死亡 人犯的死亡对李赫年而言 是天大的好消息 死无对证 他所要掩盖的一切 再也不会有被透露出去的风险 眼看就要事情败露 险些引火烧身的他 因为这些人的迷失 再次变得安全起来 而且对他更为有利的是 关键证人的死亡 并没有在一个多月后结束 此案的直接参与者 以及曾经与他一同协商作假的官员们 还在离奇的消失着 就是在这个镇平县开始审这个案子当中 有个叫师爷 这师爷叫石油博 在镇平县上的详文 篡改的详文非常多 所以他也是本案的一个关键证人 过去的时候也没有讲这个人怎么样子 那李赫年奏报 他也在这个期间也死亡了 还有一个人非常重要 我们知道百般阻挠平反的这个道员 任凯 就是当年在南洋做支付审理这个案件的二审 劝李赫年 这个案件不要翻过来 翻过来对你不利 结果这回据李赫年这时候奏报 他也病故了 所以我们看到关键证人 这至少是五位关键的证人 在一个月之间纷纷离奇死亡 这些还不够 李赫年把这些关键的证人 前面我们讲到这五个人 人间蒸发之后 带着大把的银子 派手下的亲信 收买刑部的重要人物 以图在中央的最高层刑部 来左右这个申源案的公正审理 等着一切都准备好了之后 距离皇帝下圣旨 已经过去了四十几天 李赫年才于10月26号 第一次将第一批犯证奇解 就是押送到京城 而且他还有顺序 第一次我押解的这些人 不是关键的证人 把人证十八个人 还有卷宗分三次缔解到刑部 李赫年位高权重 为了把这个案子做实 不准翻案 可以说做足了功夫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王树文还能翻案吗 这个在牢狱当中 已经四年之久 不知经受过多少生与死的 严刑拷打的年轻人 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吗 李赫年的种种做法 能够攻下刑部 这个清朝最后的一个堡垒吗 请看下集 这一讲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王树文忽冤一案 历经三年之后 交由刑部审理 刑部几乎全盘推翻了 河南巡抚李赫年的定论 开始一步逼近真相 刑部内部却发生重大分歧 那么这一突然变故的背后 到底有什么内幕 明天的节目里 林前教授为您解读 林行忽冤 第五集 此堂的巡抚